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刘亚楼空军上将热烈祝贺这次作战的重大胜利 勉励指战员努力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叶飞上将代表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和全省人民 代表福建前线部队指战员 向击落U2飞机的英雄部队表示祝贺 7月7日 我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英雄部队 在华东某地上空 再一次击落美支奖匪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 这是近几年来被我军打下的第10架美奖间谍飞机 U2飞机被我击落这是第三次了 这种喷气式的间谍侦察机可以飞到2万米以上的高度 是我军击落的所有间谍飞机中飞得最高的一种 P2V7型间谍飞机也被我击落过三架 这种飞机主要用于夜间进行低空间谍活动 被我击落的其他美奖间谍飞机还有 RB57A型喷气式侦察机 B17A型侦察机 RB57D型侦察机 RF101C型侦察机 这个记录说明 美奖间谍飞机 不管是什么型的 不管是高空来还是低空来 不管是白天来还是夜晚来都逃脱不了被击落的命运 首都搁解人民7月14日举行盛大敌会 热烈庆祝我空军部队第三次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 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海军防空部队击落P2V型飞机 和我东南沿海军民 再次连续见面美奖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代表各人民团体讲话 朋友们 7月7日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 在华东上空 又一次击落了一架 梅制奖匪U2型高空侦察机 这是既不久以前 国解放军海军防空部队 击落梅奖P2V型飞机 我东南沿海军民连续前面 九股梅奖武装特务后 又一个重大的胜利 是对于美帝国中义的侵略 和调性活动 又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些天来 全国人民到处传送 这些胜利的消息 三胡打得好 打得妙 今天我们首都各界人民 又在这里隆重集会 庆祝这个重大的胜利 声讨美帝国主义 我已经代表 各人民团体 向击落梅奖 油尔飞机和皮尔维飞机 影响地 换卫着祖国安全 和世界和平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和最崇高的敬意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凯 代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 想战无不胜的空军英雄部队 致最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空军战斗英雄刘毅滴 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严厉地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挑衅和侵略罪行 警告美帝国主义 胆敢玩火 胆敢对中国人民进行任何冒险 都将遭到坚决的挥击 参加大会和收听大会 实况广播的各界人民 表达了全中国人民 保卫祖国 保卫世界和平 粉碎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 和侵略计划的坚强意志 保卫世界和国主义战争政策